好 好 好 據說在台灣 每十分鐘 就有一對夫妻登記離婚 表示說 很容易就步入離婚這個狀況 康熙今天要研究一下 如果不小心說出離婚兩個字的話 怎麼樣能夠避免真的 變成一對離婚的夫妻 那現場做得很奇妙 就是只有一對是夫妻一起出席 另外兩個人是落單出席 這什麼意思 已經在辦離婚了嗎 已經在籌備當中了 對 不是 范依萱 妳們好 歡迎 歡迎 可是我不知道 為什麼我們自己用話題都我們 真的假的 怎麼這麼看好我們 可是你們兩個今天起碼一起出席 他們落單 是不是 因為我們先跟我們要不要做一起 我們來分享經驗 有一對也是夫妻出席 然後我們請他們進一場是 因為他們竟然是四個小孩的父母親 是 四個小孩 為什麼我覺得四個小孩 好像比三個 累很多 感覺多很多 是 為什麼會有這種錯覺 四個很多嗎 很多 而且有了 只有我媽媽那個年代才會有四個吧 對啊 有了四個小孩之後應該 提離婚的次數會更多吧 對 可是離婚那怎麼樣 一個人分兩個嗎 差不多 因為如果老公沒有幫忙的話 老婆真的就是會很火大 太累了 我的朋友當中真的沒有夫婦 是有四個小孩的 真的只有我奶奶耶 憲哥不是也四個嗎 憲哥 是嗎 他那個是 他那個是 老婆都不一樣 他慢慢收集 同一個老婆 同一個嗎 同一個 憲哥四個都同一個老婆 OK 你有為了這麼深喔 這是大家都知道的話題嘛 是嗎 我們就搞不太清楚 搞不太清楚不是 好 那我們要請這對夫妻進場 我們歡迎這對夫妻喔 歡迎 憲哥跟妳一起講 我們一起講 我們不是還在一起講嗎 真的小孩的父母親耶 身材維持這麼好 然後Vicky妳已經可以出來活動了 就是 對啊 為了賺錢 孩子說真的受不了四個小孩 想要趕快出來透透氣 也沒有耶 我昨天才跟她講說 我拜託她就是多賺一點錢 因為我真的不想出來了 妳願意在家 每天跟小孩大眼瞪小眼 對 因為我覺得阿姨太可愛了 是第四個是不是 寶貝因為她現在還不會煩人嘛 對不對 對 沒有煩她 只會可愛 對 就可愛 妳就很想要每天跟她黏在一起 正過跟老公看 大眼瞪小眼 你們不能再對眼了啦 再對眼又要第五胎了 五個我們就還是會讓他們從門櫃 這越來越難得 所以妳有跟妳老公警告說 絕對沒有第五胎吧 有啊 我已經跟她說 如果她再不去結紮 我會幫她紮 妳會嗎 妳第五胎男的好不好 妳這種人最討厭了 妳知道嗎 妳跟妳什麼事啊 沒有說我一定要生男的嗎 妳老公說妳想生男的 之前啦 可是後來覺得沒關係 女孩也可愛 當然會想要有男有女 但是因為後來生了四千斤之後 我覺得女生真的 後來聽了別人的 男生的一些狀況 尤其當妳看到很多男孩失控的時候 妳就會慶幸自己生的是女兒 剛剛有跟那個 女生真的很可愛 小女生真的很可愛 剛剛有跟他們夫妻聊過 覺得 女孩 小男生好可怕 五歲的男生是可怕 兩歲的女孩是可愛 妳們也是一男一女嗎 一男一女 哥哥 老大 對不對 妳也是這樣講嗎 我幫妳吹一口氣 他剛剛有講他兒子失控 我都覺得我鬆了一口氣 女兒也有失控的時候啊 可是男生跟女生 比男生失控的恐怖 大過於女生太多了 女生應該頂多是撒嬌要抱抱 男生是會跑來跑去那種 而且他會做出很多 你意想不到的威脅動作 是會讓妳 就是 沒辦法造假 會 妳會不知所措 每天看到他都是這個樣子 他們在聊一個妳們 沒辦法參加的話題 對啊 對啊 好賤喔 女人好好帥 對 不要那麼急 恭喜兩位 請坐 Licky跟徐中恆夫婦 在離婚這件事情上面 應該算表現很強耶 就是有收拾行李離家出走 在外過夜 這個算認真的 一定要 要演診套啊 一定要 而且還不只一次 所以李欣文的太太 有曾經收拾行李離家出走嗎 當然有了 是喔 一定會有的啦 一定會 我覺得那是很嚴重的事耶 收拾行李的時候不是要去演那種 說妳不要這樣嗎 然後幫她把行李 妳那個時候當下妳不要去惹她 讓她收 就讓她收啊 反正女生在收拾行李 對啊 女生在收拾行李 因為我們了解她 因為 跑兩盒上跑不了 沒有 不是這個心情 不是我放心 因為女生也不想真的離婚 她又等妳阻止她 或者是來勸一下這樣子 我們如果阻止了她 對不對 她就覺得這一招有效了 對 對不對 之後就一直用這一招 沒有 實力不可開 我覺得實力不可開 不可以讓她真的跑出去 你們三個要不要坐在裡面 是真的嗎 一旦跑出去知道 這件事情就會發生第二次 對啊 我卡在這裡很煩耶 所以你們心裡都是抱著說 妳也不能跑去哪 你們兩個換位置了 對啊 我覺得 你過來 你這樣活力比較輕鬆 我們先釐清一件事情 你們在收行李的時候 把衣服一件件 因為是在生氣 所以應該是亂塞 而不會故意跌吧 不會 我們只是想要演而已 所以你們亂塞的時候 心裡面會想說 真麻煩 妳可不可以來勸阻我 不要讓我一直塞東西 沒有 我當時離家出走那一次 第一次是她不在 對 妳在外面 我們是在電話 因為我們那幾天 已經有一點冷戰了 對 然後我試圖就是想要和好 所以我就先主動打電話 我那時候帶小孩先去我公婆家 然後我先打電話給她 我說妳要不要回來吃飯啊 我的口氣已經 她的爸爸媽媽這樣吃病 對 我公婆家 對 然後我已經很緩和 就說妳要不要回來吃飯啊 結果她就是很冷淡這樣子 不會 然後我就說 好 那妳在哪裡啊 外面 那我整個聽到這裡 我就火又來了你知道嗎 因為我覺得 妳都示好了 對 我已經示好了 那妳的公婆當時在哪裡 就是在 我在旁邊 妳故意在公婆面前打電話嗎 對 我有一點點故意的 可是掛了電話之後 妳敢跟妳公婆講妳老公的壞話嗎 沒有 她在 她還沒掛電話 她就大吼了 沒有 因為她已經 當著妳爸爸媽媽在面 對 親戚人 漂亮 不是 是因為 是因為她在電話那邊 起火 起火 她在電話那邊已經很過分 我就覺得說 我已經試好了 就有一點就熱臉貼她的冷屁股 那妳聽了以後更火大嗎 對啊 我當下就很火大了 她大聲了以後 我在那邊更大聲 不要在我爸媽面前這麼大聲 我媽聽到什麼電話 傳來她兒子的大聲 妳是覺得 幹嘛吵到長輩前面去 對 為什麼要故意 而且那個時候她說什麼示好 但我的解讀是變成什麼 因為我還在生氣嘛 我的解讀是 我已經跟你合好 所以你看 男人是不是很奇怪 所以妳的意思說 她要立正站好說 對不起 我錯了這樣子 不是 妳是正常講這樣 幹嘛 這哪裡啊 這很好啊 看妳要怎樣 還說我心想 這就是好啊 但妳想怎樣 因為她打給妳如果冷漠的話 妳就會覺得妳幹嘛 還在擺姿態啊 對啊 她覺得還在戰爭狀態 不要這樣子就是 我沒有嬉皮笑臉 我只是聲音比較癲 我的解讀會扭曲了嘛 你們不同意她在整理的過程中 就過去安慰說 好了...這樣省得麻煩 她還要把箱子蓋上 拎著箱子出門 然後妳還要再去攔阻她 這樣不是很麻煩嗎 妳就讓她發洩嘛 她要怎麼樣妳就讓她去嘛 沒關係 這是發洩的 怎麼做Ending 最後還是要那個簽字嘛 怎麼可能要走到這一步 媽媽還深了吧 如果這樣的話當然是喔 對不對 妳是這樣子的時候 妳只要妳不簽就離不成啊 那一步很嚴重 沒有啊 因為... 因為我了解她 所以我覺得讓她發現一下也好 我的問題比較特殊 因為我是婆媳的問題 那我媽媽她常年盧素 所以她希望每個月的初一十五 都要吃素 然後想她會寄一些素的來 然後呢 有時候她就突然跑來 我老婆最怕不突然跑來的 她突然跑來就拿一大堆素的東西 砰 放到那邊 我老婆一看 這麼多她要整理 因為她真的很多 冰箱裡面還有上個月 上個禮拜的 還沒吃完耶 她就東西一放 她就走了 不好吃嗎 素的 當然好吃啊 媽媽帶來的 OK啊 可是冰箱已經塞不下了 不是 問題是說 有時候我媽會寄來 寄來裡面有螞蟻 我老婆會跟我講 妳看 這裡有螞蟻 我說這裡有螞蟻耶 我說打電話說 媽 你不要再寄了 裡面有螞蟻啊 你不要再... 有螞蟻 為什麼會有螞蟻 可能沒有包裝 問題就出在後來 後來我查清楚 老婆會為這個事跟我反彈啊 他說你看有螞蟻那怎麼辦 我們家到處都有螞蟻啊 那就跟我反彈 那我問我怎麼辦 我就媽 你不要寄來 我問我 堅持要你吃素啊 至少每天本來食栽日耶 後來 我查出來了 我就不能冤枉我媽 也不能冤枉我太太 我查出來是警衛室 她把東西寄來以後 放在那邊 放在地上 那邊有螞蟻 所以我就很生氣 我就警衛室說 以後我的東西 妳就不准給我放在地上 開什麼玩笑 原來婆媳官已經是一位警衛 你對警衛來說 萬一警衛拿行李箱 對 這裡是 我休息因為 就不要害我差點要離婚 可是你老婆會正面 跟婆婆起衝突嗎 不敢啦 但是她有時候會講 你看你媽要拿什麼 我說 什麼你媽 她...你嫁來我們家耶 她就是你媽 你怎麼可以講你媽 她就不太高興 是 我講一口 不是 如果老婆想抱怨 一定會就是講說 你媽怎麼樣怎麼樣 誰還會講說 我們的媽媽真的是怎麼樣怎麼樣 對... 就是太太要抱怨 就是在這個上面 我不喜歡聽到這種話 我還滿喜歡的 她自己不能消化 我一定要跟你講 沒有 她就不高興啊 她就上去收拾行李了啊 這樣就要收拾行李了啊 前一天 因為很多事情啊 冰凍三次 累積的在一起 有些不好說啦 很不好說 對 說說看嘛... 都是輕微的 你很想說 除了婚宿之外有別的問題 我兒子 他有時候長起來 他不會幫媽媽處理一些早餐 那我就坐在那邊 等著早餐來嘛 我老婆就覺得我們都大男人 然後我就想 早餐煮好了咧 你不會自己拿啊 我媽...我老婆聽 好 更氣 我當時來我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我完了... 整個頭都大火鍋了 因為女人 我特別 後來我... 她還是不能開玩笑說 對 不能 因為不好笑啊 因為前一天 不好笑嗎 前一天晚上我去 因為媽媽可能真的 真的跟年紀啊 真的快要了 女生真的沒有辦法聽到 是真的跟年紀 她已經大 到年紀等於老 是 我那天晚上去接她的時候 我就跟她講 妳媽最近心情不太好 妳小心一點 她可能更年紀還比較近 真的嗎 第二天她就脫口就出了 我 我就... 我一天... 我發覺那天早上 我老婆的眼神會殺人啊 所以妳怕的事情 是怕妳自己被抖出來啊 因為是妳開了頭啊 因為她老婆一定會說 兒子怎麼會知道 更年紀這個東西啊 兒子就會說是爸爸講的啊 對 她丈夫說自己更年紀是滿傷的 對 是...沒有 其實是...就是形容詞而已嘛 不是 不是 對 對 李欣雯沒準備禮物 小威姐今天大發力評 她那天母親節甜言晚上 我始終不見 沒有給她準備的東西 母親節丈夫要給 已經有小孩的太太準備禮物是嗎 要啊 是小孩準備 要啊 是小孩準備還是我準備 老公啊 老公有自己的媽媽要處理 她明文叫母親節不是嗎 那就是孩子自己的準備啊 孩子還小啊 這問題是不是有 我覺得每個孩子管 每個人自己的媽媽 對啊 她就不高興啊 你們這些禽獸 好 所以 早餐來 你嘆氣是什麼意思 對啊 你嘆得有點大聲耶 都是你在吃早餐的 難用啊 拜託 所以是你在吃早餐餐 老婆吃麵了 怎麼這麼大一碗 我剛才只跟妳講 我要吃一兩口 妳跟我說好笑喔 妳都好像喔 對啊 對啊 妳那麼大一碗的泡麵 她常常會錯我的意思 妳知道嗎 她 譬如說她那天說 她想吃一個泡麵 其實我已經吃飽了 她就說 那妳要不要陪我吃一下 我說OK啊 好啊 那我的意思是說 我只想吃一點點 我說我只想吃一點點 兩口 就她給我煮一大碗 就你們一人一碗嗎 正常的碗好不好 什麼一大碗 妳就是煮兩碗泡麵的量喔 對 可是我只想吃一兩口 可是她怎麼能夠空出一兩口 泡麵就一包就是一包啊 對啊 對 可是我只想陪她吃 所以我只想吃她的那一碗 她就不要分兩口給妳啊 妳不要吃一碗 所以妳是覺得說 捨不得分她那兩口是不是 不是 不是這意思 因為我想說還是弄一個正常的 一個份量給她 而且她常常在抱怨自己 沒有奶水 我想是不是應該多吃一點會比較 靠泡麵來提供奶水 她也就是泡麵 她的食物就多吃一點嘛 不管是什麼 因為她的吃東西的那個 太不定時了 我的目的只是想陪她吃 所以當妳說 我只要吃一兩口的時候 她臉色有改變嗎 沒有 她就煮她的 那妳講完那句話 她已經煮好了 她有沒有發脾氣 沒有啊 因為我說 妳怎麼那麼多 我吃不完耶 妳是這樣嗎 對啊 妳的表情就是我剛剛那樣 怎樣 笑著講 但是是抱怨的 我不是跟妳講 我只要吃一兩口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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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妳當下是不是火冒三丈 沒有 我擠OS 這算雞毛蒜米的事 我們家有很多雞毛蒜米 比如說我有時候回來 我說我要吃飯 我吃飯 她就幫我弄 然後我上去洗個澡下來 她幫我煮水餃 對 煮了水餃之後我說 大蒜呢 沒有大蒜 沒有大蒜 那妳煮什麼水餃 我說沒有大蒜 我為什麼吃 妳這樣子 妳怎麼講話 妳真的這樣講啊 對啊 我說沒有大蒜 我怎麼吃水餃 拿水餃 乒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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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便什麼都不一定要吃大蒜啊 我老婆就不高興啊 那妳沒有大蒜就不可以煮水餃 對啊 妳沒有大蒜妳煮什麼水餃 那沒有大蒜應該吃什麼 吃麵啊 吃飯啊 就沒有麵啊 所以請問妳太太 妳太太算很有修養耶 妳這邊這樣講 她也沒有跟妳吵架喔 沒有 其實她在我們家很委屈 我十幾歲認識她的時候 我十八歲滿我帶她回家 然後我父親看到她第三次就說 這一個女兒妳不全一輩子後悔 妳十八歲就帶她回家 所以你們十六歲就認得嗎 我們小時候就認識她太太了 對 所以你不會是她的初戀吧 就初戀啊 對 初戀就結婚啊 過了之後三十年了 她常常就跪在地上擦地啊幹嘛 她老婆很厲害 還能幹 很認分的 所以你像剛剛老婆演幾次 離家出手的戲是合理的吧 對啊 初戀情人就載給她了 而且那一次喔 那一次驚動了我們全部家族 她那天母親節天一天晚上 失蹤不見 因為我沒給她準備東西 我都心思就放在我媽身上 忘記她 妳看看 什麼故事 妳想想看是不是 母親節丈夫要給 已經有小孩的太太 準備禮物是嗎 有啊 是小孩子準備 是小孩準備還是我準備 老公啊 老公... 她幫妳小孩小孩 都有自己的媽媽要處理啊 都要準備啊 都要啊 你以為是什麼 後來她就不告別 她明明叫母親節不是嗎 可是她是她孩子的媽耶 她就是有孩子自己準備啊 孩子還小啊 是不是有真意 這問題是不是有真意 我覺得每個孩子管 每個人自己的媽都好 可是孩子還小 我覺得妳送的禮物會怎樣的 對啊 不買一份 忽略她之後就有離家出手 其實她離家就只有一個地方 就兩家 所以等於是... 母親節妳太太不但沒有禮物 而且是在盛怒中 一個人悶在娘家度過的 對啊 好淒涼喔 所以... 然後妳還陪媽媽吃飯 對啊 那天中午大家都到了 怎麼說會沒來 就這樣子 你應該是... 你應該去接她吧 我覺得妳處理得亂七八糟耶 她真的沒有處理 她真的沒有處理吧 忘記她發生了 對啊 她就是讓她走到哪兒算了好不好 是不是 我想她老婆回到家 她要怎麼把這個戲做Ending啊 沒有 還是我去請她的啊 我就去求的 就這一次 兩次而已 就兩次 那還好 就兩次啦 秀琴幾次 很難算了吧 妳也不少耶 所以妳有地方去嗎 整理好箱子以後 其實有幾個名單 有幾個姐妹 然後突然他們有的都 有男朋友或有結婚 就也不方便去 去過Vicky家嗎 是沒有 因為他們家真的滿遠的 這桃園 他來我家都可以坐車 沒花蓮了吧 我真的離家出去 我就是去隨便一間飯店這樣 當放假嘛 對啊 不行 我是不行 你早來 我家裡還有小朋友要站 連早都沒找過 因為我心裡想 她一定是去找姐妹套 她就完全不顧我死 妳不需要查證一下 妳不擔心嗎 她這麼大的人應該沒事吧 她完全沒有 她不會到深山裡面去躲起來 那就是讓我心寒的地方 因為我覺得她真的 完全就是莫不管喜 妳生氣我也在生氣耶 對不對 真的 所以Vicky 妳曾經脫口而出幾次說 我們離婚算了 我心裡的OS 離婚這兩個字有兩次 一次就是電話那一次 再來就是去年就是 前年 等於是前年 什麼事 就是感情 就是感情有陷入第一場 妳第一次無處去 就帶女兒回家了 第二次妳就找到地方了 對 我就沒有 我就趁小孩都 把小孩弄碎之後 我就一個人 我確定有信用卡 有存款裡面有錢 然後有車子 有預謀啦 然後我就走了 然後行李 我現在心裡都沒帶 沒有行李 那妳過夜的衣服呢 在買就好了 對啊 可是妳那次走是抱著說 我還是會回家 還是說妳就真的覺得 我還是會回家 但是我就是 當晚我就氣不過 我就不想再跟你 在同一個空間當中 我想要走 所以當妳在上進行的時候 她不在房子裡 沒有 她在四樓 她在她的空間裡 她的習慣性 她就是 這也是我覺得 受不了她的地方 就是因為我給她空間很大 因為她每天時間一到 她就說我上樓了 她就已經成為她的一個習慣了 她上樓就不要再吵她了 就是她可能去看她的DVD 或者是她做她的事情 那妳不可以上去撒嬌嗎 可以啊 曾經幾次後來 她就可能會覺得我很煩 有趕妳走嗎 沒有 但是她會覺得說 她的意思是說 她不想要聽我講這些事 妳跟她講些什麼 八卦 講些什麼 對啊 妳在看DVD 然後她竟然講些說說 甚至有的時候 我們是一起看一部電影 要不然來看這一部好不好 好 然後我們就看 就要專精看嗎 講八卦 可是我就想聊天啊 什麼...那個多少錢啊 為什麼不好好看電影呢 對啊 可是我就想聊天 電影不是給妳這樣看的耶 可是電影可以重看啊 不是 不是 妳如果看星際效益 妳這樣看不懂 不是 因為DVD 妳可以重複放啊 她時間很有限 很那個你知道嗎 我也是一樣 要不然就是好 她跟我一起看 很打擾 太扯了啦 自己扯啊 太扯了啦 只能看她 電影嘛 所以妳要她安靜的 跟妳一起觀看是不是 對啊 一起看電影就可以聊天 沒有事情 就是放個電視這樣邊聊天 邊看歌 因為妳如果說我們現在來聊天吧 就會真的突然沒話題 對 突然有一個話題就會 所以啊 一定要好好的看DVD 妳等一下呢 要聊天 對 好忙喔 DVD只是一個妳知道背景 背景 就是有一個聲音 不是 她主題 要當背景 可以拿新聞節目當背景 對 我說妳在哪裡 她說我在高級公司上 我就過來了 我說 是否我一個人送多少的蛋糕出去 然後我已經送了很多地方 然後我又藏奶 我每一地方集奶 我整個人就是 整個吃藏奶 妳送蛋糕的時候是 她是跟妳們兩個誰說 說媽媽在生氣還是爸爸在生氣 沒有 事情是這樣 就是其實是上個禮拜 上禮拜的事 就是我們因為 要送那個迷月蛋糕的事情 然後兩個人就不開心 妳知道嗎 兩個人不開心 好像是我們康熙鬧出來的事 妳好像在錄康熙 這件事情真的要聽我講 我覺得她太不客觀了 一定要我來講 妳講 因為這件事情我已經跟她講說 妳要把時間流出來 她說說可是我已經接了康熙 我說沒問題 因為我也不知道她蛋糕幾點送到 後來 反正我就是 我就是想說 自己親自送也比較有誠意 她也答應送她幫我送 後來她早上就先到你們節目來錄了 我想說錄差不多中午過後 OK 她就已經錄完了 然後我就打電話撕臉 打了好幾通電話沒有接電話 妳不會還有打給我們康熙 問說她去哪裡 沒有...我沒問 我是問助理 然後助理說她錄完了 她可能去開會 這個是我的說 沒接到電話 因為她看到未見來電 她應該要回電話的 不然我早那麼急打那麼多通 因為我一向習慣是靜音 甚至於有時候沒有震動 然後譬如說現在錄影我就 電話就擺在助理那邊 然後錄完了以後助理拿給我 我就直接揣到口袋了 我就去下一站去開會去了 然後剛好開會的時候 我又把那個手機放在車上 你知道嗎 所以開...根本就沒有想到這個事情 我是開了車 上了高速公路 剛上 我想 電話呢 我就拿電話 我拿電話一看 好多通喔 可是她也沒回喔 沒有 是我打給你的 你沒有回 對 是我在打給她 她終於接了 她接了之後 我說你在哪裡 她說我在高速公路上 我就火來了 我說 妳知道我一個人 送多少的蛋糕出去嗎 真的 我已經送了很多地方 然後我用藏奶 我沒地方擠奶 我整個人就是 整個就是 就是 臟死 我整個就是臟 所以妳送蛋糕的時候是 上身是很濕的嗎 我有 只是說很臟 很痛 開門的時候大家應該很害怕 就是 然後又沒吃東西 我整個就是很躁 我就說妳怎麼會這樣 我說妳在哪 她說高速公路 她說不然我回頭 我一想她要回頭 我說算了 妳回家吧 還有不要 真的該回家 因為已經失業了 我覺得已經 回頭部 而且沒有產後憂鬱症 因為我覺得已經無事於補了 我覺得 無事於補 沒有 多氣 真的很氣 但是妳不該聽他的話嗎 沒有 剛剛 對 剛剛那個 康永哥問的是 就小孩子有那個嗎 小孩結果就發現了 沒有 因為我回去 我情緒也不太好 然後 妳為什麼要情緒不好 是她送蛋糕啊 對 因為後來她又有打電話來 還是怎樣的就是 也是口氣很不好 怎樣... 不是 我後來再打一通 我崩潰了 我就是很大聲 大聲之後我就哭了 哭了 我就把電話掛掉了 妳哭的內容是 妳為什麼要這樣 很委屈 很直的委屈 對 然後我就 很辛苦 她就又很生氣的說 那妳回來嘛 妳不要送了 妳回來嘛 妳回來啊 可是會這麼急啊 可是我們不吵蛋糕會死掉 不是 不是 然後我就用微信 流化 那妳就回來啊 對啊 妳為什麼要這樣子呢 妳還可以放鬆啊 口氣的問題 對 我就是這個口氣 沒有 我就是這個口氣 沒有 更不好 這樣已經滿不好的了 還更不好 還可以多不好 還能夠更不好 超不好的好不好 對 我就這樣講 然後女兒就問我了 你們怎麼了 我說沒有 媽媽生我的氣 你們今天晚上乖一點 然後趕快睡覺 媽媽回來可能會跟爸爸吵架 我跟妳講 她恐嚇小孩 她恐嚇小孩 然後小孩老二打電話哭 說媽媽 妳不要跟爸爸吵架 我說我沒有啊 我沒有跟爸爸吵架 因為我的心情 就是發了飆之後 我就是變得很淡定 我女兒是有愛演的成分在裡面 有遺傳... 演藝細胞是不是 對 她自己想要演 然後我就想說 她不知道怎麼恐嚇小孩的 然後她就說 爸爸說妳心情不好 然後她也心情不好 然後叫我們要小心一點嘛 然後她會這樣 所以她怎麼走 她台階怎麼下的 她沒有 她就隔天才在那邊 對不起啦 不要這樣啦 她說我的錯 我的錯 所以第二批蛋糕總 應該妳送了吧 有...我送了一批一點 送四個 所以蔡玉芝是很羨慕他們可以 搞離婚處 那個離家出座的一張嗎 她家太偏僻了啦 因為我不敢很恐怖 因為妳看到外型 妳知道她就是很飆悍的樣子 聽說妳嫁到她家的第一天 沒有熱水就發瘋了 發瘋 因為妳知道結婚前 所以妳沒有熱水 就說離婚嗎 不是 其實不是這樣子 因為我結婚前呢 我媽媽就替我去算命 然後就說妳未來嫁這個夫家呢 就是有個大房子 然後就是人長得很帥 會很像周潤發這樣 高高 帥帥的 周潤發 然後只是妳嫁去的這個地方呢 就是會有一點...有一點遠 然後就是會有一點濕這樣子 然後我... 有一點帥氣 她就說我媽媽就這樣 然後後來就是我要結婚的時候 我媽就說這樣有何有何 OK 你看 這樣看 對 她家房子也滿大的 然後我就應該就是她的真名店 也就是她了 好 我就嫁了 然後結婚之後呢 妳是因為符合有點濕跟很大部分 就嫁了嗎 她高高的嘛 然後就住很遠 我那是細紙啊 然後到淡水 我這邊也還滿遠的啊 OK 然後想說應該就是符合她 就是真名天真 後來我就結婚 結婚了之後 剛開始到的時候我真的很不習慣 算明說有點遠 應該是指香港或是洛杉磯 怎麼會是細紙啊 因為這也滿遠的啊 怎麼會是人生氣到淡水 應該也就符合妳知道嗎 然後到了那邊之後 說真的很冷 然後剛開始我想說 那冷的話那是不是 我就買那種最貴的那種 那種... 電暖器 然後每個房間都放 我想說這樣OK 然後連洗澡的時候 請問那房子是只有你們兩個人嗎 沒有...還有我的爸爸媽媽 然後房間很多 所以妳不去之前 她爸媽沒有買暖器 沒有 老人家很節儉 所以即便妳買給她 她也不用 可是老人家有覺得冷嗎 老人家她可能也習慣 她寧可讓自己穿很厚 但她不會去開那一台 就是妳把那個東西放在... 對 她覺得很浪費店 所以媳婦一進去又大手筆 每個房間都買一台暖器 他們不會覺得很... 相當浪費這個媳婦 沒錯 而且妳不知道 那電費有多貴呢 對啊 沒錯 我那時候為了買電暖器 其實經過一份抗爭 蔡玉智萬萬沒想到 義師獨成千古恨 第一次我的時候 我就是洗 我想說 很不熱 我跟她說 我都有跟妳講 比她那個水都不熱 那我就覺得她會去處理 然後到第二天 我又躺到情形進去之後 我又打開 還是不熱 第三次進去的時候 我一打開就看到最熱 還是不熱 很生氣 我就出來 然後就 坐在旁邊我就打哭 因為我就覺得說 什麼都算到了 房子也很大 然後就什麼都很好 算命你算到 學生了怎麼辦 真的是很熱 家具也不錯 第一次的時候我就是洗 我想說 怎麼不熱 因為我們家的那個 是可以調節的嘛 我就已經開到40度 就開 然後就洗 不熱 然後很冷你知道 一直在那邊鬥 我想說怎麼不熱 怎麼不熱 對 然後第一次我就好 沒關係 我就放著 然後包包就出來 然後我就跟她說 我說我跟妳講 你們家那個水真的都不熱 那我就覺得她會去處理 然後到第二天 我又同樣的情形進去之後 我又打開 還是不熱 我就覺得說天啊 怎麼會這樣 而且非常冷 而且那個水現在不但不熱 你知道在很冷的天氣 它那個感覺就很 我覺得很像酷刑 你知道嗎 就還是不熱 我出來的時候 我還是按耐我的心情 就跟她說 我跟妳講 你們家那個電熱器 真的是壞了 它真的是不熱 我在裡面非常冷 我每天進去的時候 我都覺得我很受不了 這是新婚期間嗎 才剛嫁過去 剛嫁過去 第二天 妳這太太顯得很不盡人機 是不是很冷 很冷耶 可是才剛結婚 妳就煩我這個人機的事情 幹嘛 可是洗澡就要洗熱才啊 會感冒耶 對 就我們家嘛 我們家呢 可是她叫到你們家耶 要濕又冷的 然後到了第三天 我想說 我第二天已經臉色非常難看了 我想說那她應該會OK 然後我第三天進去的時候 一打開已經看到最熱 還是不熱 然後妳知道我們家的浴室是那種 它就是那種藝術派 把我們家做成那種很像水 很像水泥地 就是看起來是很冷 那種大石頭那種 那種 一進去已經是冷 然後又冬天 然後第三天水又不熱 所以我覺得是酷刑 我整個很生氣 就把索隆膏 對 我整個都摔到牆壁上 砰 摔了 很生氣我就出來 然後我就坐在床邊我就大哭 因為我就會覺得說 什麼都算到了 房子也很大 然後就什麼都很明顯 熱水氣 家事也不錯 可是為什麼最後就是 沒有算到她家水不熱 妳什麼跟什麼 水不熱換台熱水氣就好了啊 真的很生氣 而且她 莊太陽真的不錯 重點是她都沒有動作 妳哭的時候她在旁邊 她在樓下 後來我就哭了之後 到晚上我就把它叫上 我就說 那個水真的都不熱 我覺得好難受 我好... 洗澡真的就是水要強跟水要熱 對 然後我會覺得說 我覺得這麼生氣也是 等於妳身體跟心都是冷的耶 對 真的 妳根本就不在乎她啊 然後我還記得 我打電話給我媽媽 我就說 媽 妳什麼都算了 可是她們家水不熱 水不熱 好冷喔 妳媽還在狂笑的 我媽就說 回來洗 水不熱 我岳母就說 那個不準 我們再換一個來算好了 對 我媽就說 不就是換一個那個電熱器就好 我說可是重點是 她都不在意 我氣的是說 你為什麼不處理 我就說 那我們就把這水氣換掉就好了 你是不是想說 你是不是想說哭個屁 沒有那麼不近人情 我的意思是說 這件事情其實很小 送去媽媽的洗澡間 讓她洗媽媽的熱水 可以啊 當然可以 那爸爸可以在門口看看 是不是又很方便 所以這樣也算一個處理方法 也是 可以啊 可以啊 所以她可能 妳為什麼沒處理 不是 這是妳已經嫁進來了 不是 妳已經嫁進來了 嫁進來就可以了嗎 是 嫁進來就可以了嗎 是 嫁進來就可以了 嫁進來了 妳還要嗎 我沒有那麼壞 我沒有那麼壞 妳已經嫁進來了 妳又不是只有 嫁到這個房間裡面來對不對 這個房子裡面有六個房間 你每一個自己去看一下 沒有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不能洗熱水澡這件事 就跟你今天沒有辦法 吃飯吃飽的道理是一樣的 我覺得那是很基本的需求 很基本的 所以妳剛才聽到餃子沒有大蒜 妳很同情她嗎 對 餃子沒有大蒜 還好 不是 餃子沒有大蒜這件事 不是 我是同情太太 我是同情太太 我也是同情我太太 我也是同情太太 怎麼會同情妳啊 妳那麼偷人線 在妳們家還幫妳煮水餃 在我們家不是耶 我在樓下的工作室 她在樓上的房間 她在APP給我說 給我拿水果上來 又給我嗎 她就是幫我拿水果上來 就句號 妳娶她在幹嘛 我也不知道耶 上班 不一樣 因為她不是警戶家裡 她也工作喔 對啊 我是上班族耶 所以 我也上班耶 所以妳回去會不會 跟妳老婆發脾氣說 妳幹嘛在節目上講這件事 這件事情喔 因為我覺得很小的事情 我覺得她小事大家做 沒有 妳不懂大姐好不好 妳還是沒懂 我想請教後來熱水怎麼好了 後來她就換了熱水器啊 然後立刻就熱了嘛 對啊 它是調節 因為他們說在濕冷的地方 是有這種調節式 它有一個安全裝置 就如果水太熱 它就突然變得比較不熱 所以我們就換成那種恆溫的調節 就很簡單 對啊 就很簡單 妳有吃東西在床邊哭嗎 不是 因為她剛嫁到別人家 不是 因為她今天還一個人 在淡水這麼冷的地方 那我想說怎麼會是家 那是北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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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在北極 不是 是嫁到他們家 妳會有一種 妳知道剛進去還不好意思 妳知道一切 什麼事情 妳自己的家 妳是女主人了嘛 妳幹嘛 可是她已經跟你反應了 那我回去怎麼跟我媽媽說 因為家裡沒熱水 所以我拎回去戲子 說我離家出去 我回去洗熱水 怪媽媽當時算命的沒有找對 沒熱水沒算到 所以如果在工作上 她的造型意見跟妳不同 妳也不敢廢話 就是她說的就是什麼 如果工作上會堅持我的 工作上 妳的專業嘛 對 妳們兩個有在模特兒 面前吵架過嗎 不會… 也不會 如果吵架的話 她會用到多嚴厲的詞罵妳 多嚴厲 不會 因為她的吵架方式是冷戰型 OK 所以秀琴妳是最常說離婚的 其實也不是是 真的是事情已經激到一個 很誇張的 考驗她說 妳叫她搭最後一班火車來看妳 也不是 就是 因為平常我在台北 她在花蓮開店 然後呢 我就跟她講說 如果店裡面沒什麼事 妳晚上就會坐大概八 九點的火車 那妳到十二點 我們還可以去看個電影或什麼 從花蓮來台北看電影 沒有…就是她可以坐早一點的 譬如說七八點的火車 到台北大概十點 十一二點 就十二點以前 反正隔天有工作 對 然後第二天有工作 我們要一起上 一起上電視 你可以早一點來 然後可以陪我 我們去看個電影或約會一下 然後她說好… 然後我想說十點多了 她應該會打電話 結果我打給她 她就奇怪 她怎麼就是不接電話或幹嘛 我想說店裡有這麼忙嗎 我就打到店裡 然後呢 店裡員工就說 志遠哥很早就出去了 我以為她搭火車了 結果她都沒有接電話 我就傳簡訊啊什麼 大概已經十二點多了 然後她就一直沒有回我 然後突然回一句說 店裡很忙 我剛才忙完要回家 我說 好難喔 變狂了 我就說有嗎 我看那個就是遠端啊 妳根本沒有在店裡 因為我要保護我的你知道 不能跟她講是誰控制 然後我就說 我看遠端 根本妳就沒有在店裡 而且很早就打烊了這樣 她說沒有啊 就是因為剛忙完 然後朋友到店裡吃飯 他們就說要去第二攤 我想說去一去 結果我發現 來不及坐火車什麼的 然後我就覺得 妳怎麼可以這樣 妳答應我可以坐十點的火車 那十二點還有一班 妳為什麼也不再搭下一班 然後我就開始就覺得就是 不愛我了 我們的感情真的是 已經到了一個絕境了 然後我就覺得 啪啪啪啪 然後就什麼話 我就覺得我一個人在台北 然後住一個套房冷冰冰 然後想要老公陪 然後老公還騙我 然後我就一直講一些話 就一直大哭這樣子 然後就很難過 因為一個人在台北 妳不是很爽嗎 對 因為沒有 就想說妳明天 要一起工作 那不如妳就早一點上來 為什麼不行呢 為什麼朋友真的有比我重要嗎 她能夠晚一秒見到 妳就晚一秒見到 結果我不想要聽這些 妳就這些 誰會想聽這些 妳又聽出來她開電視號 妳聽出來她開電視號 妳講的就是好 我一定會 我就是丈夫的心就是 一起上節目就算了 逃不掉 可是能夠晚一秒相見 就晚一秒相見 對啊 多相聚煩死了 沒有 妳可能是在氣出 她騙妳 她在店裡吧 對 然後就是又跟朋友 幹嘛什麼 然後就是朋友很重要 然後我就不重要 然後我就整個就氣混 我就說明天不用上節目了 我絕對不會跟你一起上 然後我就三更半夜 大概兩 三點 我就傳簡訊給我經紀人說 我不上了 然後什麼事情 找陳志遠就對了這樣 我說明天我們就簽字這樣 明天就簽字 對 明天上來 我們就是要去簽字 我就跟我經紀人講 真的很嚴肅的話 經紀人好可憐 然後呢 我經紀人就是 也不知道就兩邊 他也不知所措 他就半夜趕快要去找救火隊 然後那個節目是 是屈哥的節目 然後我整個就是 有意思 對 然後早上 一大早的時候 他就跪在門口這樣 誰 屈哥嗎 他要去做什麼事 對 所以就要來上節目 不是 然後呢 他就是可能 他可能就是搭了第一班的飛機 或火車之類 他也拉得下臉來 他不在乎 對 他就不在乎 然後就是很大聲 那這樣不是很感人嗎 但是你知道就是 這比Vicky消失 然後其中完全不找他感人多 但是我的希望是 但是我前一天就想見到你 可是他至少很 他很有誠心要跟你做完美的結尾 沒有 我覺得他對我就是要上 上你後照 他跪在你後 他跪在你後 氣了幾天了 氣了多久 你不是把他痛扁一頓嗎 那還沒有到那個程度 妳揍他 那是別的事 妳有揍過他 沒有 要講這一段 妳哪裡揍得完 妳那個狀沒有辦法揍他 妳真的是 妳不要亂Cue好不好 後來當然還是就是這樣子 這樣子熟一熟還是什麼 就是弄得很久 他可以把妳推到牆上去狂吻嗎 到底有沒有有幾次 所以教練用過就是 其實有用過這一次就是 有狂吻過了 有被點的 就是意想不到 就是我整個就是 其實要反抗 抓狂 我說來要來要打我啊 然後他就啪 然後就整個就上演一個 狂吻 對 好熱鬧喔 對 妳知道好精采 其實妳就意想不到 就是說這樣很刺激是不是 就是妳明明就是氣到 已經快爆炸 怎麼還會做這種事這樣 還是想來個偶像機就對了 對 然後就怎麼會 手來腳來 然後怎麼就會上演這樣 就是只要把它推到牆上去就好 所以妳很吃這一套對不對 對 但也不是一直都有被推啦 就會有被推 推在用力真的就會覺得很強 有時候撞起來就昏了 對 就真的 就是突然又醒 不是 有幾次跟著他的 他讓人家惱羞的那個 就是那種很莫名其妙 不然就是小孩要考試 然後我們兩個的 對小孩的教育觀念就是 很不一樣 他是完全是採放認識 隨便他 隨便 然後就老師就已經在 聯絡部寫說快考試囉 陳琳就是不希望他太多的那個 缺客啊 然後將會跟不上什麼的 然後呢 我們那時候 就有一個行程就是說 就朋友就大家有提 要去清營農場 幫他過生日這件事 可是這件事 這個生日是禮拜一 變成就是 要請假 小孩要請假 然後妳知道我老公就很 沒關係 是過什麼 我就說不行 他已經跟不上 因為他是轉學生來 就已經跟不上 然後反正他就是還是要去 然後我們就整個上車的時候 我就在途中一直跟他講說 我不要去 我不要去 就是中間是吵架的 因為小孩子 小孩子一定很開心嘛 在小孩面前吵架 然後就一直 又講到一些別的事 我就說 我現在真的不想去 你給我放我下車 可是你知道 就在那個南投那個路上啊 他就真的停車耶 他就這樣說 好啊 下車啊 你就下啊這樣 這就太厲害了 然後我們兩個就硬碰硬碰 我說好啊 然後我就 就拿包包就走了這樣 他就這樣 妳是哪裡吃阿萬大那邊嗎 妳看到 不是最南投的 就是已經要靜清淨 就是就很 對 就是妳知道嗎 而且 再走幾步路我就要進隧道 就是妳知道 蹦康那一種 然後就 就已經全家出去玩 妳在那邊一直 對 妳一直吵架小孩 哪開心得起來了 都已經請假了 就其實中間還有幾個事情 是聯繫 其實應該在三重的時候 妳就應該這樣 教練到 一點都過骨胖太慢了 反正就是那個時候 我就一直要跟他講說 我跟妳講 妳不給我下車 我就會離婚 回去 我們就離婚 妳就是又提到這件事 最後其實 他後來還是有 繞回來 對 有巴骨回來 然後就是還是有上山 因為他每次跟我講 他跟志緣吵架什麼什麼的 我很少站在他那一邊 他真的每次都說 林秀琴又把 我就覺得很想逛他店 又覺得姐妹就是 結果他後來都還會去 跟志緣抱怨 志緣就會打電話給我 或傳簡訊給我就說 她是妳的好姐妹 妳就聽她講就好了 妳不要再回她 這樣聽完以後 妳又要去打擾崔荣衡 把這事情告訴她 妳要去看電影 我真的很同情妳 聽這些東西很沒營養 倒霉的人是妳也最好 我覺得林秀琴 好像有點享受 在這一切的事情當中 就是貪圖激烈的性愛吧 對啊 沒想到 好 所以妳新聞沒問題 因為已經這麼多年過了 OK 我沒問題了 我跟她還哭時爛 致死不渝 你要不要試著 就把她推在牆上看看 我撞到頭 你不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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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腦震大 我先回去試試看看 我覺得她會安慰大家一下 因為可能新婚夫妻 有時候脫口而出 會自己嚇到覺得說 我說離婚很嚴重 可是看他們就知道 沒什麼嚴重了 結果回婚一下就過去了 可是妳真的也是 我不要氣那麼糗 對 是啊 就看開一點吧 就再次推我OK啦 真的... 沒想性愛 妳就直接跟她講 幹嘛演那麼長戲啊 又不好開口 好 那祝福妳們 希望妳們婚姻沒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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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